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比如说向Z方向传播的方向就是Z 那么它的大小就是K 所以它只有Z分量 那么K.R 那就是Z方向的K.Z 那么就等于KZ 这个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表示相位相同的平面 那这就是剖面 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个KZ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KZ Univector.R就是K 就是K 它就是K的大小.R 那就是等于KZ 那么我们现在看任意方向 任意方向的K呢 那我们就是把它的方向用N来表示 这是任意方向 也不是X 也不是Y 也不是Z 那可能是任意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的波函数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个要记住 波函数要记住 以后我们常常要用这种波函数来求 比如说他告诉你一个波函数 问你这个波的入射角是多少 那就要你就一定要了解这个式子 你才能做得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看上面的KN就是KVector 那么N.RUnivector等于一个常数 这就是代表这样的一个相位 我们可以从这个数学式子来看 R还是这个 那N的任意方向 另一方向我们可以把它投影到XY三个方向上面来 于是N.R就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电场 电磁波的电场写成这个样子 或者我们把K缠进去 那KcosA就是KX KcosB就是KY KcosC就是KZ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式子 要记得清清楚楚 一定要写得出来 我们以后解题目任何时刻都要用到这个式子 OK 那么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等向位的一个平面 等向位 那么任意的一个式子 任意的一个平面波 任意方向传播的平面波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形态 那么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讲过了 我们要证明平面电磁波 是 是一个横波 这个就是代表一个平面电磁波 它是一个横波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以后要讲这个平行偏正的波 斜向偏正的波 我们要用到边界条件 求反射跟穿射的正幅的时候 我们单单用一个切线方向的电场相连续 不够 我们还是要用到 用到这个条件 用到这个条件 那这个就 这个我已经证明过了 这就是电场的方向 到它传播的方向 要等于零 那就是电场始终跟传播方向垂直 那这个就是横波 这个一定要记住 非常的有用 所以 这个是一种 是一个横波 横波 还有一个关系就是 你知道电场 要求磁场 H场 我们当然这个是 从法拉第定律来求 但是我们演算的结果呢 它可以是 最后得这个结果 这要记住 你知道N 知道E 这要求H 要用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N就是 电场的传播方向 的单位向量 不是电磁波的传播方向 它的单位向量 那么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 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Ampere 和Maxwell Equation 我们可以解除 知道H场 你怎么样子 求电场 这两个我们都一定要 要会 那么在我们以前讲的 单纯的像Z轴 或者像X轴 传播的时候 你不要这个式子 你用手比一比 就可以比出来 但是斜向入射的时候 你这个比 比不出来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式子来做 因为它的平行偏正 平行偏正波 电场 比如说电场的平行偏正波 它有两个分量 那H呢 电场如果平行偏正的话 H场 它只有一个垂直分量 那么 所以你这个时候用手比 比不出来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式子 才能做 OK 好 现在我们从这个 垂直偏正斜向 垂直偏正波 斜向入射于理想导体平面 再来看一遍 这个是理想的导体平面 那么这边 比如说是一个 界电子 它的阐数 ε1μ1 但是它 σ1等于0 界面是在z等于0的地方 好 这个是入射坡 ki 就是入射坡的行径方向 OK 好 你看它的电场 电场打点 就是从这个荧幕里头出来的 它跟这个面 入射坡 跟法线 还有反射坡 这三条线 所形成的面垂直 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坡是一种垂直偏正 但是它的h厂呢 h厂 它就是在 这个入射面上面 就是入射线 法线 跟反射线 这个面上面 你看它的方向 是这个切线方向 这个方向呢 通常我们把它分成 z分量 跟x分量 因此它有两个分量 你用手来比 你知道它这个方向 但是你的分量不能够 不容易 一次就把它写出来 那因此呢 我们前面所学的 你知道电场如何出h厂 那个式子就非常重要了 现在我们看 这个坡 它是垂直偏正 就是指电场是垂直偏正 那么它的入射角是 θ i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一边是理想导体 没有坡可以穿过去 那只有反射坡可以存在 因此它只有一个反射坡 那么反射坡 我们完全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要把反射坡 它的反射 角 以及反射坡 像电场 它的amplitude是多少要求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要记住 我们假设入射坡 假设入射坡是这个 这是已知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一个东西 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电场 入射坡的电场 是这个样子的 它呢 朝Z方向传 朝R方向传坡 但是这个电场是 Y polarization 你看我们刚刚那个 看我们刚刚那个 这个坡 这个坐标 这是X 这个是Z 那么打点的这个就是Y 那么电场跟Y的方向是一样啊 所以电场是Y polarization 好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它的正辅 这是已知 然后它的向常数上面呢 就是负J Beta1KI Beta1就是 在第一个界值里头的 里头的这个 它的这个向常数 向常数 那么乘上它的方向 这就是变成一个 PropagationConstant DotR 那现在我们 以后你要记得 每一次做这种题目啊 第一个 你要把KI写出来 就是 入射线 你要把入射线 行进方向的单位下 那样写出来 我上一次有说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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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 这个我怎么没有改过来 这要打帽子 不是打这个 打一个帽子的 OK 一定要写哦 这要写 反射线的时候 你就要把KR 把它写出来 这个 怎么写呢 那你就 比如说这个KI 它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Z方向 正D方向 一个是X方向 所以X方向是等于 N X方向是等于AX 乘上 乘上Sine Theta I 那么Z方向是 AZ乘上 Cosine Theta I 这个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画图 图画出来 你这个才好写出来 然后R 总而言之是 这个 这个式子 然后KI.R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两个DOT等于它 等于常数 这个就是它的坡面 方程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入射坡 这个坡呢 就写成这个形式 里头这个 这个Exponential 上面的次方 KI.R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好 那底下的式子 就是说 我们 把这个单位向量 这里当然是一个Y方向 但是我们总过而言 就是这个EI 就是代表 电厂的单位向量 入射线 电厂的 偏正方向 OK 入射线 电厂的偏正方向 那么 当然在这里是AY 但是它 在其他的情况之下 它不一定是AY 然后入射线 磁场的向量是呢 我们知道EI了 那你就可以出HI 那HI怎么求呢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里是坡的行进方向 现在行进的是 入射坡的方向 那这个ETA 它是在第一个介质 第一个介质 所以我们用ETA ETA1 那么我们就把 KI 我们刚刚写出来 是这个东西 Cross EI EI就是这个 EI 那AX Cross AY就是AZ 正的AZ 所以这个Sine C的I在这里 AZ Cross Y是负AX 我们就把AX 写在第一项 那所以H长的X分量 H长的X分量 这个是H长的Z分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是 我们单纯的用一个 EH EH OK 那么就是说 这是H长的单位向量 这个应该是写HR才对 这个是HR才对 就是说 E是代表电场的方向 那么我们这个 这是H长 所以用H长 I I是代表入射线的方向 这个改成H 小H 戴个帽子 OK 现在 现在我们要求反射波了 入射波我们求出来 你知道电场 你当然就可以知道H长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 要求反射波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假设 它的反射角是CtaI 那么任意一点的位置 还是这个东西 那么KR呢 就是这个 那你就要从 从这个 我们图上面 你这个时候 你要从图上面 来看 你要从图上面看 所以 你应该把图好 你假设这个 入射波在这里 那反射波 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就是CtaR 那KR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单位向量 就要把这个分成 两个分量 一个朝Z的负方向 一个朝X的正方向 所以 这个就变成AXsinR 减AZcosR 那这两个DOT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 那这个东西 就可以写在这个 Exponential的上面 这次方上面 所以反射波 我们就可以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里头啊 EOR 就是反射波的 正幅 我们不知道啊 真的要求出来哦 还有CtaR也不知道 也是要求 所以有两个 未知数 好 那么我们假设了 反射波的电场 那反射波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写 看它还是A到1 还是在第一个介质 那这个就是 反射波的行径方向 这是反射波的电场 OK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单位向量写在这里 跟这个 AY的方向 Cross 我们 这里假设是AY 但是它真正是不是AY 不知道 要等这个 EOR 求出来以后 EOR 如果是正的 那么它就是跟我们假设的一样 EOR 如果是负的话 那就是我们 实际上的情况 跟我们假设的情况 正好相反 好 然后这两个 Cross以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么 AX cross AY 变成正Z 那AZ cross AY 是负X 负负得正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是反射波的H厂 OK 好 你看这里就写对了 我刚刚 刚刚那个 前面那个写错 HR 这是ER OK R就是代表 反射线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 只要求这个 电场 Cross H 简单的就是E cross 方向就是ER Cross HR 这个方向 好 那前面所说的 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EOR 一个是C的R 你怎么求这两个位置数呢 我们用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第一区 跟第二区的电场的切线分量 要相连续 好 那么电场 没有问题 电场呢 它的Tangential 这就是代表Tangential Component 在Z等于0的地方 电场入射的电场 跟反射电场的切线分量 加起来 要等于 Z等于0处 电场切线分量 这个 要相等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 它一定是0 因为它是 Perfect Conductor 理想的导体 那所以它就是0了 好 那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 入射波 它只有一个方向 是Y方向 它是这个 垂直偏正 所以没有问题 好 那第二个 反射波呢 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 一个是 我们看图 比较准 电场 反射波 电场只有一个方向 我搞错了 H场 它只有两个方向 电场 没有问题 那就是 电场 跟反射的电场 它都是 垂直变成 我想象 H场 所以呢 这个很单纯 就这两个 加起来 你看它的指数 本来有 指数上面 本来有 这个 Z的 本来有 这个Z的 但是这个Z等于零 所以 有指数的那个地方 它就是零了 比如说它原来 这个指数 有两项 但是它在界面 这个地方 Z等于零 因此它指数上面 只有这个东西 只有这个东西 好 那么 这个等于零 好 这个等于零呢 那我们就要想到 Exponential 这个数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无穷多项的极数 这一种极数 这个也是无穷多项的一种极数 那么无穷多项的话 那么你随便这个X改变一下 这无穷多项的X改变 跟无穷多项的这个X也改变 这两个加起来都要等于零 那这个机会啊 很难得 除非是怎么样呢 除非这两个Exponential 完全相等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Theta i 等于Theta r 才有这个可能 否则你这个Theta i 不等于Theta r 而且它是无穷多项 你的X随便变一个 加起来都要等于零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 它唯一可能的 就是 这两个Exponential项 要相等 当这两项相等的时候 我们看它唯一不同的就是θI 这个是θR 那就是θR要等于θI θR等于θI的话 那么我们就发现 这个代积这个相等了 约掉了 EOR加EOI加EOR等于0 那EOR就等于θ的EOI 那就表示我们当初假设的那个图形 反射波的那个状况图形 那么电场的方向呢 跟我们所画出来的要相反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当初是这么画 电场呢我们还是把它画成打点的 从萤幕里头钻出来的 但是我们求出来的实际结果 这个电场应该打什么符号的 打X的 进去的 如果电场是打X的 而它的传播方向一定是这个的话 那么H场的方向也要怎么样 也要变更 所以实际上的这个 这个波的方向 跟我们所假设的不一样 θR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方向打X的 H场的要朝这一边 这个是我们从结果 我们看出来 所以这两个图出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ER是什么了 那现在我们把第一区的总电场 就是入射电场加上反射电场 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因为它的 一 这就是 我们看这个 这个 是比这个只少一个这个东西了 我们这个东西 把它这一项摆在外面 括弧里 EOR 现在EOR等于负EOI 把EOI提出来 这个还是正的 这个就变成负的了 就说我们把exponential 上面 都是我们拆成两项 变成这样 那么这两个 exponential之和呢 就是负2J 负2J sine这个东西 所以 第一区的总电场 是这个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 主波的形态 后面是传波 是一个行进波的形态 就是说这个波 总波 是朝X方向 正X方向行进 但是它的amplitude呢 是受到这个 有Z的这个函数 正旋函数 它的修饰 所以说 它的政府不是东向等 是跟Z的位置有关 因此这个波 就是一个什么波呢 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坡 向X方向传播 不均匀的平面坡 这个各位 你不要听了就不在意哦 有时候它 有时候它 问你的时候 考你的时候 就是看你懂不懂 它问你这个 什么意思 就你讨论一下 这个波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它的特性是什么 那你就要讲出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行进坡的形态 行进坡 从X方向传播的行进坡 那么前面这个呢 就是代表它的正幅 是受Z的一个修饰 Z的正旋函数的修饰 那么它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坡 然后我们也把H厂也写出来 Hi加Hr 那我们就把H 这是Hi 你看这是Hi 这是Hi 那Hr Hr 我们把 本来就是Hr 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们就把什么呢 Hr把它改成Hi 那么 还有就是 Hr 让它等于负的Hi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提出来 你先把这个 Eoi 提出来 然后这两个 两项 扩乎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把 我们把这个 共同项 这个将来两个是共同项 提出来 提出来 这两项应该合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打这个东西 你如果把它合在一起 就要连在一起打 太长了 这个很麻烦 就拆不开 就是你想把这个 移到下面来 它移的就是 样子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把它 各个 这个都写一遍 都写一遍 那就是最后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 X分量呢 把它 集在一起 这个Zr变成Zr 把它集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 前面这个 就减在后面这个 Exponential OK AX 然后这个就变成 不是减在这里 AX 就负号拿出来 负号拿出来 负号拿出来 这个也是孵孵得正 所以这是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两倍的cos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呢 Z分量拿出来 Z分量拿出来 那就变成两倍的 Jsine这个东西 因为后面这个 一个是负的 一个是正的 所以它是两个相减的 Exponential 相减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 OK 那么我们最后就把这个 都能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因为要求 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平均功率密度是等于 二分之一 Real Ei Cross Hi E1 Cross H1 Star 所以我们顺便把这个 H1 Star 把它求出来 H1 Star 就是说 凡是有虚数的地方 通通通通变号 这个我们也给它变号 变成Star OK 这个J的地方 我们变成负J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Boynting Boynting的平均值 那么就变成 这个东西 Cross以后 就变成这个 OK 这一项是虚数 我们不要了 我们要的是 实数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 这个H 这个S 就是等于 这个东西 S Average Boynting向量 各位要注意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的 单位向量 写上去 也可以不写 因为它这里 没有告诉你 电厂是什么 向量 是什么单位 对不对 你可以不写 但是 如果给你 数字的话呢 你后面 一定要写单位 这个 功率密度的 单位是什么 功率 功率单位的 密度是什么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一定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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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同学都不写 这个养成一种习惯 你做题目 后面都没有单位 这个不行 一定要 单位一定要记得 好 那么我们从前面 这个 我们先来看 这个式子 这个功率密度 你看 只有X方向 就是说 这个坡 功率密度 就是坡的传播方向 是朝X方向传播 功率 只朝X方向传播 那么 它没有Z方向的 没有Z方向 它斜色 本来有Z方向的分量 为什么 Z方向的 没有功率呢 因为它是斜色到一个理想导体平面 所以它反射 完全的反射回来 Z分量 所以正Z方向的分量 跟负Z方向的分量 amphitude都相等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柱波 它这个 驻破 它的 波节是零 那么因此 它就没有传播 在Z方向没有传播 所以它警察X方向传播 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个意思 就是我刚刚在这里都讲了 都讲了 OK 那么 S并非均匀者 而是与位置Z有关 就是说 这个传播方向 这个平均功率 它不是一个常数 它要看Z值而定 因为它的坡 是一个不均匀的坡 所以它传播的时候 那要看你在什么地方 波节的地方就没有坡 就没有功率密度 波负的地方功率密度最大 所以它是一个 不均匀的 一个平面坡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坡 电场 坡节的位置 抽出来 坡节的话 我们就是令 E1 这个 等于零 当这一项 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不可能永远等于零 X等于任硬位置 这不 可以变了 这不一定永远是零 一定是 一定是 这一项等于零 这个也不是零 所以 这个等于零 那么 它是正弦 函数的角 所以它就是 π的 M倍 M是 123456 正 整数 负号就是代表 Z值是负的 因为它是在 导体平面的 左边 导体平面是 Z等于零 右边是正Z 左边就是 负Z 因此 Z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它 坡节的位置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它的 坡节 这个是坡节 然后 这个 比如说是电场的 这是电场的这个 波节 这个也是 波节 这个也是 波节 这个也是 波节 这是 M等于1 M等于2 M等于3 等等 M等于 应该是 M等于零 零就是在 表面 一才是 最近 离这个 导体最近的一个 所以我们这里 算M等于1 M等于2 M等于3 这个是M等于0 M等于0 M等于6 M等于3 M等于0 M等于1